各位同學晚安 禮拜一晚上 剛好上完一堂課 禮拜天台中的Abby同學 是固定客戶 上蠻久的 來做了小說閱讀 英國跟美國客戶的商務英語 這個是真的 這個不是練習 寫作練習 我幫他 他自己寫完 然後我針對對方的來信內容 跟他要寫的回信 幫他寫完然後兩相比較 這樣可以提升他的 食物的這個處理的能力 這樣子這個課 非常的實用 因為是真的信不是假的信 真的要毀的 那在我的訓練之下 他業績蒸蒸日上 並沒有受到疫情跟 這一次長次號 有一點影響但化解掉了 這就是溝通文字溝通的 力量 你使用的好可以化解很多的問題 可以 增加很多的 客戶的信賴度 信任度跟他對你專業度的一種 肯定 可以 可以減少彼此之間的不信任 這個就是 商務英語要最大的 最高境界就到這種地步 當然這沒有辦法 立即 一觸可擊了馬上達到 這要慢慢的訓練 這樣子 那我順便也 同學有這方面 實際 做這種 商務英語溝通 協調的 可以來 順便 我們可以提供你一些 專業的建議 那 如果是公務機關或是比較大的單位 不是直接有 這種 馬上看得到 你寫錯一封信就 馬上就會 客戶流失或是說會有損失的那種 你可能感覺不出來 那像這個同學因為是自己 家裡面的 事業自己家裡面的 這樣子 中小企業所以 如果一有問題會馬上 反映在他的 馬上感覺到痛 他就需要 那如果說你是公務員就很難啦 我之前還有學生拿國貿局的公文給我看 我說這email誰寫的完全看不懂 我之前有舉過這個例子 但我希望他是詐騙集團的騙我的 不是真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 非常受同學歡迎的 這個 The Leadership Secrets of Colin Powell 繼續來做這個叫做 所謂的 人力數值的提升 尤其是軍事指揮 人員 這種 人力數值的提升 這個單元很受同學歡迎 那我就繼續往下講 今天晚上就利用一堂課的時間看看能不能講一個完整的段落 讓同學體會一下管理 管理很難 那管理也是一門學問 從我之前介紹 Peter Drucker一直到我持續在做的 Jack Welch 跟 Colin Powell 那軍方的人看 很有用 企業界的人也可以參考 兩鄉比對就了解說 有軍事背景的對管理 企業界也好 軍方也好高層的 跟 單純的 大企業 GEE這種CEO他們之間 英雄所見略同 也有不同的地方 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 同學可以自己去做比較 我不去 去做太詳細的劃分 讓同學發揮一點 想像力去想 我們現在就開始往下講 我們上次到small wonder 也就是說因為 Functional Stylos 在一個 有點像一個股倉裡面 大家分門別類 分工分得很細然後各部門老死不相往來 而且重重的屏障阻止 相互之間的溝通協調聯繫 那這個老邱要去想一下 他畫的那個送出去的我在報紙上看到的那個 什麼全民動員什麼什麼什麼 屬的那個組織架構圖 那個就已經 我個人認為已經像股倉了 我不要 我不要去講到底問題在哪裡啊 免得老邱說我一天到晚再找他麻煩 以我 搞過全國編裝實驗 跟我在 自媒代表處搞過這麼多跨國的東西來看 那個組織架構圖 比冰化的還糟糕 我不去講 那個質疑起來會很大的問題 好我們回到這個來 那 把它放大一點 我們從small wonder 這邊 我用實體書我比較習慣實體書 而且他感覺起來 發霉的程度沒那麼嚴重但是要翻一翻 同學就看 電子書螢幕上了我用實體書 順便跟這本書互動一下要摸一摸唸唸 先看一下頁數對不對 39 好沒錯 好39 一模一樣 從 small wonder這個地方 然後 small wonder that so many organizations fail to adapt 他說 這 如果 這麼多的單位 組織 沒有辦法調適 喔 跟隨著環境變化做調適 也就不足為奇了那個small wonder就是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因為前面就是各自為政嘛 大家裝在functional silo裡面去搞 繁文入解 老死不相往來 所以呢這個單位就 沒有辦法發揮一個整體的 該有的功能 外界一旦有變化 就沒辦法適應 這個不足為奇 就算外界不變化你內部的 突發的一些狀況可能也沒辦法調適 就會小事變大事大事變 不能收拾 這樣子 sure the concept of collussian opinions implies controversy aggravation and maybe even some pain 他講說 沒有錯 所謂的腦力激盪或是我們講的觀念衝突性的觀念的衝擊 激盪出火花來 來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案這樣的一個做法 可能意味著 有很大的爭議性 會產生很多的爭議 句語 等等 可能會產生 不愉快 那個叫 aggravation 而且呢 而且呢 甚至會有一些 痛苦 產生 但是沒有這些 互相衝撞的觀念衝撞 單位呢就會辭職不前 停滯了 不成長了 they atrophy atrophy from the extremities inward 那個atrophy是一個醫學上面的用語 如果沒念錯的話應該可以當動詞也可以當名詞我印象中 atrophy是萎縮的意思 整個組織就會萎縮掉 而且呢他是從末梢開始往 神經中樞萎縮 也就是從你的四肢 開始慢慢往 心臟 大腦這個地方萎縮慢慢萎縮上來跟漸洞人一樣 由外而內 萎縮 由 外延 外源 末梢往 神經中樞 生命中樞來萎縮 This is one reason why the people at the core or often the last to learn about a serious problem 他這句話講的我覺得最棒 這是一個原因為什麼 核心的人士 核心人士代表說他是整個指揮中樞 中央機構 在中央的人 通常都是最後一個知道 發生嚴重問題的人 因為他由外往內萎縮 你的四肢在末梢已經出現萎縮了 可是你的大腦可能不知道 但是 手已經有 萎縮不能動了 慢慢慢慢等到萎縮到心臟 跟大腦就是你死掉的時候 而且通常在那個時候大腦才會知道 因為他在核心 他是由外往內 最核心的人永遠是最後知道問題的東西的人 也來不及了 So the organization needs to use noisy systems and creative classes to pump up its own poles and of course its leaders need to keep a finger squarely on that poles 他講說所以整個組織就必須要用 不同的聲音 那個叫Noisy systems 各種不同的 觀點 激盪 腦力激盪 不同的聲音 在系統裡面的不同聲音 需要這樣來提醒自己 還要有呢有創意的這種衝擊 腦力激盪 來 讓他的脈搏跳動 否則就萎縮了 所以說一個人在 末梢神經萎縮麻痹往內的時候 發展的時候這個病情 一定要有 系統內的不同聲音 百家真名 他等於是不同的刺激 還有創意的腦力激盪的衝撞 這些都可以 讓你的脈搏跳動 不會讓你死掉 當然 領導人就是在最核心的人 如果不注意這兩點 就會等你發現 心臟已經麻痹掉 來不及了 大腦已經萎縮掉了 也來不及了 所以 一旦你有了 Noisy system 發出不同的 訊號 不同聲音的這個系統 內部 然後呢有 啟發性的 開創性的 腦力激盪 這兩個東西可以讓你的脈搏跳動 領導人就必須要隨時 把你的手指放在脈搏上去量你脈搏有沒有在跳 跳得正不正常 這樣子才能夠維持整個生命體 的生命跡象正常 這樣子 換言之你只要把 Noisy system拿掉 你把 Creator 你只要有單一的聲音 然後呢 你把那些很有創意的腦力激盪的想法也拿掉 你就是邁向死亡 因為等到你覺得 有萎縮的時候已經救不活了 這樣子 好再往下看 Power's three communication secrets 那Colin Powell有三個 溝通的 秘訣 下面是讀者講的 作者講的 Let's look more closely at some of the specific things that Powell does to make sure the robust lines of communication candid communication or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the enterprise 這個跟 可以比照一下Jack Welch講的其實相吻合的 他們兩個時間差不多 也就是說 Colin Powell在當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時候 大概也是Jack Welch 接 CEO的時間 好像 差不多 同一個時間 那作者講說我們來看一看 更進一步的來看一些很 比較確切一點的 比較 明確一點的事情的 勢力 勢政 那 Powell 做出來的事情 做了哪些很明確的實質的 事情 來確保 有很強 而有力的 溝通 那個Lines of communication是指 通訊線路 軍方用語 也就是你有線電無線電等等甚至資訊鏈 每一個 通聯 都有一條線路 這樣子不管有形無形的 那這個通訊線路要保持暢通你才能夠 指揮才能聯繫 才能溝通 否則部隊就癱瘓了 他說要怎麼樣保持強而有力的 這種通訊線路也就是溝通 他所謂的 Robots Lines of Communication Jules Canada Communication 坦承 開城布公 坦承 而且呢 說出心理的話的這種溝通 這個不在我們國軍裡面 我講過我們國軍是虛偽造假 而且希望能把假的造成真的 然後呢 處分說真話的人 鼓勵講謊話的人 是整個反得完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個 強而有力的 溝通 以軍事術語來講叫做 通訊線路 也就是 坦承的一種溝通 要怎麼樣把 坦承的溝通能夠編織成一個網 在這企業裡面把它變成一個網 一條一條的線路變成 網狀的 跟織布一樣織了一匹布一樣 要怎麼樣可以確保這樣子就能夠 下琴上達 甚至呢到處都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 這樣子 那Colin Powell講了三點 我們主意來檢視 Powell Powell Deliberately Encourages And Solicit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mporary Egros In Order To Create The More Open Culture 那 Colin Powell 他刻意的 去鼓勵 而且呢 又 又發 又 又死 鼓勵是一種被動的 我鼓勵大家怎麼樣怎麼樣 就有點像在軍中又聽到部長講什麼 大家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對我們來講是廢話 沒有任何作用啊 就是城牆爛掉 每次都講怎麼做不知道 就等於不會一樣 這樣子 那第二種是 Solicit 就比較不一樣 他是主動出擊 我不是 官樣文章的 開場白跟大家講一大堆廢話 而是我實際的跟你接觸去 誘使你 誘導你 講出 心裡想講的話 這樣子 那他不但要做 鼓勵跟誘導的動作 溝通的這種動作 而且他希望營造一個雙方對等 不要有階級上的 這種 劃分 因為高階對低階 低階不敢對高階講真話 會怕 心生畏懼 能夠營造出雙方平起平坐 不要去考慮階級 他才會講真話嘛 這樣子 那我們時常看到好笑的事情 一大堆大官到部隊去誓導 人家看到你那麼大的官 他敢跟你講真話 萬一講真話 被修理的不是他 包含 一串粽子下來全部 整個指揮鏈都要被修理 那他還活得下去啊 那長官就沾沾自喜說 我們到部隊看都很好 人家早就劇本寫好演給你看了 你永遠聽不到真話 那長官也不想去聽真話 因為真話很難聽 大家演戲 浪費時間 這樣子 如果有人會講真話 就把這個人先隔離開來 所以我在部隊每次 長官要來 緊張的不是我 緊張的是部隊長官 一定要先 千方百計把我 引到 長官碰不到的地方 甚至直接擺明跟我講說 你躲起來 不要出來 長官不想看到你 你自己也不要給你跟大家找麻煩 所以我 每一次只要長官來 我都是第一個被藏起來的 我也很高興 這樣子 就叫我躲起來 不要出來 那有些是長官指名要 不准出現的 也有 來市道長官如果是上將 他會指名 劉堅我不要看到 我來市道你們這個單位 這個人我不要看到 然後你就看到有人就把我藏起來了 我還記得我剛到總部 國防部不要我從駐北代表處 副武官被勒令滾回來 兩個禮拜滾回來被湯耀命勒令滾回來之後 國防部不要我 因為 我既然會被國防部長勒令滾回來表示國防部 已經知道我這個人 是 是一個不能留的人 我就被踢到陸軍總部 那陸軍總部剛好新的陸軍總是 37期的朱凱生 他就 之前當過 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到美國訪問過 好像 看我覺得很不尬 覺得我很不上道 所以他一到了 陸總部當總司令的時候呢 就到各屬處去 旅行的一個市道的時候就特別跟 老邱講 劉志堅我不要看到 結果 老邱 我不知道他忘記這件事沒有 老邱就叫我們組長把我藏起來 我們組長49級陳寶瑜的同學 長得跟猴子一樣 受不拉雞的衝過來 劉志堅你馬上給我躲起來 長官不想看到你 我叫你出來你再出來 我說躲哪 你自己想辦法躲這棟樓那麼大 我就跑到樓上去 他到這一層我到樓上那一層 好這就是我們部隊的現況 所以不懂的人 就一路被騙到底就跟那個 末梢神經萎縮 末梢神經麻痹四肢萎縮等你發現最核心的人 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太多的 部隊的現況根本搞不清楚 被騙了一愣一愣 那怎麼能坦誠嗎 你要講坦誠 我不相信我退伍16年17年就突然坦誠了我不相信 所以Colin Powell講要在 平起平坐 其實我們兩個階級 不對等但我也要營造出 你不會害怕我你認為我就跟你一樣同階級一樣的跟我 坦率直言 他要營造出這樣的一個對談的 溝通環境 才能夠創造出更開放的文化 因為話會傳出去 我時常講說 長官在督導我們 在帶領我們 我們眼睛也在看著長官 像我就是兩隻眼深的大大的看著老邱當書長 看你怎麼胡搞瞎搞 老邱可能一定又是 公雪花暫時失憶症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劉志堅是誰啊 老邱最喜歡來這一套 一推625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們大家也真的眼睛看著他 他的 所作所為一言一行 你問下面人最清楚 這樣子 所以 你只要開城布公 營造出一個 相互對等 階級不對等 但是能夠 營造出自然不是演戲啊 演戲不算了 這樣的一個氣氛 話會傳出去 自然而然這個風氣就會形成 這就是他 以下就是他 解釋 在一次 訪談當中 專訪當中 他做了一個解釋 這個就是很好的例子 下面的這個 出黑禮子上面有講 When the captain came in to see me I would tell the youngster to sit down I say Talk to me son What have you got? And then A daddy argued with me I would do everything I could To daddy think He was arguing With an equal But he knew More about the subject Because he knew more about the subject Than I did 講得太好 所以Colin Powell應該是扎扎實實在部隊帶兵關起來的 他講 他那個時候是 我想這個時間點他能夠遇到上位應該還在部隊裡面有可能是司長有可能是旅長 不一定 他才有可能碰到上位 如果是他下面的指揮官就有可能是連長這樣子 他講有個上位 當然有個上位 到我的房間裡面來 跟我報告事情的時候或是有事情要跟我講的時候 我會告訴這個年輕人 坐下 因為 少將 司長 或是所謂的準將旅長 等等 或是上校旅長 看到上位進來他的房間報告一定是一個以上對下的姿態他會怕 但他也了解 這樣的一個狀況就就很 和顏悅色的跟他講 坐下 這年輕人請坐請坐 不要拘束 這樣但這個要坦承 不是撞槍作勢 這樣子 你有什麼事要讓我知道的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呢 這個事情他一談 一提出來之後呢 Colin Powell就會 讓他能夠跟我 辯論 是講道理的意思 完全不會因為 你是長官 階級比我高很多 我就什麼都聽你的 我要提出我的論點 Colin Powell會製造出一個互相 辯論的一個 氛圍 I would do everything I could to let him think He was arguing with a Negro 他會 信所有的 能力來讓這個上位了解到 低階的人了解到 他不是在跟一個高階長官 辯論事情 而是跟一個 相同階級的人辯論事情 才放得開 那這個要怎麼去營造 就要看Colin Powell自己的功力 我們國內沒有這種長官啦 我至少我知道沒有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只有心中不產生畏懼 知道不會被秋後戰場 知道 講出這 真話 他所了解的 長官 反而會鼓勵他 反而會獎賞他 要給他這種心理 而且呢要感覺到 這個少將這個中將 其實就是上位 兩個人是 平階的 沒有誰比誰大 才容易講真話 為什麼Colin Powell要大費周上這樣做 因為Colin Powell知道這個上位 懂得 這個議題 一定比他多 一定嘛 那個上位一天到晚接觸基層部隊 難道他知道的事情會比 坐在辦公室裡面的市長少嗎 通常我們在部隊最不進入狀況全部是市長 或是少將旅長最不進入狀況 這樣子 那老邱也有找我去寫過悔過書 也找我到他的辦公室去 訓話 也是叫我 坐下 訓話但我完全聽不懂他講什麼 就是單向訓話 我一句話都沒有講 走的時候還被他警告 你給我聽清楚 他看我不太懂了 這就是老邱 這種叫做 老航武的 大老粗的這種玩法 這樣子 我就算有真心話我也不會跟他講啊 我甚至跟他講網話都有可能 這樣子 再說 習年快樂的 老邱 動物 搞到 但 他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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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frequently learned 当然他讲 他要重申 这并不代表 Colin Powell 就自动的 心无旁骛的 毫无疑问的 同意这个上位所讲的 他的利润 那个premises是 我们讲 三段论证里面 那个syllogism里面的 前面的前提 那个整个可以叫做argument 那个叫三段论证 应该是 亚里斯多德那个时候的 Aristotle syllogism 他有一个premises 一个假设 Or prescriptions 那个prescriptions是指 解决方案 我提出了前提 我的假设 我的论证 而且我能够产生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Colin Powell不会 单听一面之词 就全部同意他讲的 不会 这并不代表 让你唱走预言 我就全盘听你的 不是 But putting rank to one side 但是呢 把阶级丢到一边 He listened as hard as he could to another Virgil who was very likely to be in the know 他能够 认真地去倾听 尽其所能地去倾听一个人 讲话 那这个人很显然 很有可能是 真正知道内情的人 真正知道整个事情来龙去脉的人 就是因为你找他来 就是因为你要知道 你不知道的部分吧 这个人很显然知道的东西比你多 你当然要听听看他的讲法 那至于说你从你的阶层 就整个 Big picture 来看 站在你的高度 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 或是不同的做法 但你要的是他那个阶层的现况 是你不知道的 好这样子 好看一下时间不要超过时间 29分钟 我们可以再讲一小段 用相同的方法 在1980年代晚期 他也是会去问一些 士兵 那个private应该是 二兵 就是那种最基层的士兵 在他的单位里面 他指挥的单位里面的最低阶的士兵 他时常会去问士兵 if they had any bright ideas about how the coalition that was them being assembled worldwide my improving chances of winning the operation 他刚好是在沙漠风暴前 那当然士兵知道的很少很少 他不会跟他讲说 我现在整个作战怎么样 他不会讲一些机密性的东西 他只会讲说 现在有一个仗要打 现在全世界的部队都 盟军都在集结 你认为 就你一个 士兵的身份 你认为要怎么做 我们 更有机会打赢这场仗 我想听听看 你们的讲法 这样子 那后来他收集了很多 这些基层士兵 的意见 筛选 截取 他认为很好的 这场战役后来就叫desert storm 就是沙漠风暴 那时候colum power是参谋首长的一些规议主席 1991年我刚好在美国 我在fort benning 他讲说colum power就像一个专业的 钓鱼 专家 那他 不愿意 再到 导游 或是说旅游手册 跟他讲哪边比较好钓鱼 最好钓鱼的地方 他不讲大家推荐的地方 他不到那个地方去钓鱼 他钓鱼是自己用别的方法去找钓鱼的地点 他不接受 大家市面上 所推荐的地方 he is constantly trolling for fresh angles and unfiltered knowledge preferably from sources that are closer to the trenches than he is 那他就是很长的不断的到处 找 新鲜的 新的点子 那个angles是指角度 从各个不同新的角度来看事情 他去找到那个角度 然后呢 没有经过过滤的知识 知识有很多种 有一种是经过程程加工过滤才喂给你 他不要他要最原始的知识 跟 消息 他要不同的角度切入 他不是他不听一种声音一个来源 如果只听一种声音一个来源 甚至要 对方讲你听得懂的话 那你永远拿到错的讯息 preferably 最好呢是能够从 越接近 低线的壕沟里面的 人身上 得到的讯息越好 显然他不在壕沟里面 你他这种 三颗星四颗星的 高阶降临怎么可能跑到壕沟里面去 他要知道壕沟的事情一定是从 第一线壕沟里面的士官兵身上得到 第一手讯息 不要经过加工 这样子 33分钟 好下面这段比较长我们就不再多讲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好 那 总归一句话就是军事领导 以Colin Powell来讲 他就是 能够开诚布公 要求 这种下沉能够上打 他不等你来 跟他报告事情 他主动出击 而且能够让 能够让士官兵 知道他真的放下身段 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距离 也不是在做大外宣大内宣 也不必拍照 去登 我们国内的那些长官 去市岛部队就是大外宣大内宣 大家做的动作都一样可能摄影师同一个烂摄影师 不是比这个 就是比一些 比来比去不知道在那边乱比什么 这样子 这个不知道哪边来的坏习惯那个一看就知道外行 这样 那Colin Powell不来这一套 他不是跟你演戏 他真的是去找 第一线一手资料 而且他有这个本事本能知道哪边可以找到他要的资料 这种 能够跟 基层跟第一线的士官兵唱着欲言的去谈事情 争辩事情 让对方不会感觉到心理压力 而且呢 不怕讲 祸从口出 这样才是一个 真正能够解决部队问题 也能够打肾脏的部队 我们目前国军 基本上我还没见到 老邱就不必了 老邱是到的完 那结尾之前我最近 又看报纸 不晓得真的假的 又有 大陆偷渡客 买的这种 超舟机的交罚 投奔自由这种事情 老邱讲说可能海巡什么暗巡又有 我们的部队通联什么问题 那我不管他讲那一段啦 因为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事情怎么样 那老邱讲的那个 我是觉得他 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会不会那个人视觉失调说他搞错了 好像我不知道 那这个事情其实早就发生过 为什么我知道我相信老邱不知道 而且你讲他也不愿意听 我讲一下这个历史剩10分钟 我亲身经历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事件 跑到岸上来休息了10分钟还20分钟才 跟那个 路人 还是谁讲说我来脱奔自由 这个不夸张 没有我之前碰到的夸张 那老邱可能不知道 我在 淡海旅少校的时候在淡海旅当 大作战官的时候淡海旅那个时候是实验旅在搞编装实验我是成败人 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老邱可能不知道之前有一个叫 淡水合房指管中心是我一手在作战官任内建立起来的 很多老的两氧六师在 淡海旅都知道 那那个合房指管中心在油车口 油车口是合房营 的冰淇淋的筑地 跟空军气象连队的筑地很接近 你是老两氧六师的像我这种老两氧六师你应该都知道老邱我相信他不知道 那那个地方为什么油车口冰淇淋 的筑地要成立一个合房指管中心因为发生了一件事而且当初闹得非常大非常大 我刚好就是成立合房指管中心在那个事件之后我去成立了 我跟着旅长44期的赵希平 老邱的同学 老邱的学长阿发的同学 那 是因为有一个 山板 大陆籍的 这种渔民的山板 没动力喔 人力的喔 不是现在我们看到还有交艇 还有超舟机 还带的汽油 他不是 他是用 用人滑的这种山板 渔船 居然被发现沿着淡水河出海 出海口的地方一路 进到 过了关渡桥 没有人发现 这个是蛮令人不可思议的 因为你先不要讲海防 跟 暗巡 那个时候还有海巡 暗巡 但是基本上整个合房是一个营在手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两有六师 有两个营 淡海旅有两个营 实验旅有两个营是换房的 一个叫合房营 一个是三房营 他的轮讯是 北新庄的这个营 守三房 然后下基地 到 北侧中心 或是我们之前讲的北考部下完基地 回到助力之后就要立刻跟合房营换房 合房营就要到三房 的 北新庄营区 北新庄营区出了基地的就要换房到淡水 淡海 沿岸的 很分散的据点 合房据点 好去 守合房 那刚好 守合房就是一线拉开两边都有包含巴黎那个杜船头那边都有一个连 很分散 结果呢 居然有一个山板 滑到我如果没有 印象记错是 是飘到中正桥 哈哈哈 不晓怎么飘的 被 被民众发现报警 没有任何军方海巡的单位发现 结果这件事情闹得非常大 而且压下来了 没有人知道 也不敢讲 我相信如果是 这种事情发生在北韩 金小胖一定会把这个人炮绝20次 如果是指挥官的话 哈哈哈 两个就是司长可能被炮绝 后来这件事情被压下来 就召开了一个 北部地区 的卫序区 因为你到漂到中正桥如果是 特工队员的话很容易就进总统府了 就斩首了 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我还记得 军团司令 跟 司长北部 卫序区的司长女长全部开会 然后呢 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检讨 有没有处分我相信有处分 然后就下令成立一个 淡水河防指管中心 也就是 雷哨 跟暗示的暗计雷达 要对着淡水河出来口 把所有大小船只 尤其是那种小山板 一般的海军雷达看不到的 你那个雷达幕上面看不到的 做一个补墙 所以我就 赵锡萍就 奉命做了一个计划 细部的 执行是我去执行的 为什么 淡水河防指管中心在油车口 他的雷哨资讯要能够传递到 淡海旅的战情中心 要同步掌握 因为 真正能够调动兵力的是 淡海旅的旅部 而不是 那个河防银 河防银的兵力不够 所以我就负责把 淡水河防指管中心成立起来之后 让他的雷哨的资讯能够链接 甚至用各种 有无线电的通讯 能够通到 淡海旅的战情室 淡海旅的战情室就有一个雷达木的一个板 把所有的可移的船只的位置 定时的用有无线电把它标 用坐标标记在淡水河出海口的位置 他移动 那是什么船 标记 然后作战官 不是作战官 我是作战官 然后战情官跟 雷达手里面的执行的 通信有无线电的这些士官就要标图 一有状况就要跟 战情官就要跟 高情官 联络或是作战官跟我联络 叫做处置 当初是这样设计了 设计完整个通联弄完之后是谁来看 是副总司令亲自来看 副总司令是36期的宋川强 36期就是现在老霍的同学 霍首业霍首业那时候不知道还在哪里 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然后呢 那个旅长 在光弄那个合房执管东西弄的就头都很大 他有时候压力大到都不叫我到他旅长室去了他直接 拿了资料到 因为要做简报 冲到 冲到有时候找我冲到战情室有时候跑到作战科 我坐在桌子上他坐在椅子上拿着那个 笔在那边问我 这个这样对不对啊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弄对不对 弄 弄完之后宋川强来了 宋川强其实脾气也 蛮不好啊也是那种 很喜欢骂人的人 旅长怕了要死吓了要死 我后来就坐证在 淡海旅战情室的那个雷达木的板子上面亲自跟宋川强做简报 告诉他我们现在躲多少渔船 多大的 渔船 是什么样的渔船 小船 在哪个点移动 几点几分从哪边移到哪里 我亲自跟宋川强做的简报 宋川强一看 什么话都没讲 很好很好 以后就这样子 呵呵 以后就这样子 中间 中年出了好多问题 都还出好多问题 那个是我亲自坐证弄的 那我相信老邱不知道什么叫核防支管中心 可能也 也早就裁掉了 然后呢 淡海旅的 战情室也不会跟核防支管中心有通联的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 有一艘交艇 啊 军规的交艇用超舟机 登陆上岸了 那个不是新鲜的事情 我相信 我希望不是真的 但我当初在当作战官邵教的时候 就发生过一件 还是 人力的 飘进来了 飘 我不知道是不是飘到中正桥 飘到某一座桥 然后被民众发现报警 这是发生过的 那我讲给老邱听一听啊 老邱都是在研究啦 然后看看那个 反正 三个单位负责看看哪边出问题然后三个单位变三不管 这样子 我那个年代 是宋川强亲自来看我亲自做的简报我亲自弄出来那个通联 给老邱做个参考 我们那个时候还 两岸局势还没那么严峻 现在什么时候你看老邱一副好像 老神在在的样子好像这件事情 小事 你不要过几天真的 同样一艘交罚 又跑到中正桥了你就好玩了 我先提醒老邱 这样子 搞不清楚状况 好 45分钟了 我不能再讲了差不多一节课 今天的结论就是 要 营造出 很多事情指挥官是不知道的 毕竟位高权重 高处不胜寒 你看的视野 就跟那艘交罚一样雷达看不到 有死角有盲点怎么办 你要主动出去去找死角盲点的地方去了解状况 你不要等人家跟你讲 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晚安 我们明天再见 这个地方 就会有什么事